辽斋之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庚娘 金大用是河南老官宦人家的子弟 他的妻子是犹太守的女儿 他的妻子小名叫庚娘 美丽贤惠 夫妻二人感情深厚 生活美满 因为遭遇流寇之乱 一家人背井离乡 金大用携家带口向南方逃走 他们在路上看见一位带着妻子逃难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自称是扬州人 名叫王十八 愿意为金大用引路 金大用很高兴 于是同王家同行 到了河边 庚娘悄悄告诫金大用说 乘船时不要和王十八一起 他偷看我好几次 眼睛贼溜溜的 神情不正常 想必是心怀叵测 金大用答应庚娘这件事 可是到了河边 王十八十分殷勤 还找来一条大船 不等金大用说话 已经将他的行李在船上装好 不辞劳苦 金大用不忍推却 又想到王十八也带着年轻的妻子 也许不会出事 两家人上船后 王十八的妻子与庚娘同居异藏 他带庚娘的态度十分温和友好 王十八在船头同船长聊天 好像他们是多年的朋友或亲戚似的 一会儿太阳落山了 水路漫长 水面广阔 旷远无击 分辨不出东西南北 金大用环顾四周 感到周围神秘而又险峻 内心不免产生疑惑 又过了一会儿 一轮浩月渐渐升起 只见船的四周全是芦苇 船停了下来 王十八邀请金大用父子到舱外观景散心 金大用父子站在舱外 王十八趁金大用不注意 用力将他挤落到水里 金大用的父亲一见这种情形 刚要开口求救 被船夫一高打入水中 也溺水身亡 金大用的母亲听到声响 走到外面想看看究竟 一杆船高打来 金母也应声跌到湖中死去了 王十八这才呼喊救人 其实金大用的母亲出舱查看时 更娘就在她后面 她已经悄悄将发生的事情了解得清清楚楚 所以当她听说一家人都落水避命时 并不慌乱 她流着泪说 公婆都死了 我到哪里安身呀 王十八进舱劝解道 娘子不要担忧 请跟我到金陵去吧 我家在金陵有房产也有田地 生活殷实 保你衣食无忧 更娘止住哭泣说 如果能够这样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王十八听后十分高兴 对更娘的衣食器用都竭力共赢 万分殷勤 到了晚上 王十八拉住更娘求婚 更娘推托说正值经期 不方便 王十八就到自己妻子那里去睡觉 夜更刚过 王十八夫妇发生了争吵 只听见王七长道 你的所作所为 就不怕天上打雷劈碎你的脑袋 王十八一听伸手就打妻子 王七喊道 死就死吧 我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是杀人犯 王十八一声怒吼 把妻子揪出舱门 随后只听咕咚一声 接着众人大声呼喊 王七落水了 不久 船到达金陵 王十八把更娘领回家 登堂参拜自己的母亲 王母见到更娘 便吃惊地问 怎么不是原来的媳妇了 王十八说 前妻落水淹死了 她是我为您新娶的儿媳 回到家中 王十八又想与更娘同床 更娘嘲讽她说 你早过儿立之年 难道没有和女人睡过觉吗 世锦小民在新婚之夜 还要喝上一杯博酒 聊以庆祝呢 你家这么阴富 这件小事应不难办到 两个人清醒着相对 适合体统 王十八非常高兴 迅速地准备了一桌 丰盛的酒菜与更娘对拙 更娘端着酒杯 殷勤恳切地劝她喝酒 王十八渐渐有了醉意 推托说喝得太多了 更娘又端起一大碗酒 脸哄带惯地 非要她喝下去不可 王十八不忍拒绝 也只能引进 于是王十八醉卧不起 自己脱光了衣服 又催促更娘赶快上床 更娘撤去杯盘 吹灭了蜡烛 贾称去上厕所 回来时手中多了一把刀 她在暗中摸索到王十八的脖子 王十八并不明白情犹 还拉着更娘的胳膊 讲些亲密的情语 更娘摸准王十八的脖子 用力一刀砍下 王十八没死 痛苦喊叫着惊慌起来 更娘又挥刀砍下 王十八这才死了 王母似乎听见了不寻常的声音 就过来问是发生了什么事 更娘把她也杀掉了 这时 王十八的弟弟王十九 觉得情况不对 更娘知道自己难免不死 慌乱间想用刀自尽 可是刀锋太顿又有缺口 就是刺不进去 于是更娘打开门向院中跑去 王十九在后紧追不舍 更娘无奈只好纵身一跃 投入院内的水池之中 王十九大呼加人 等更娘被王家的仆人 自水中打捞出来 已经死了 她的容颜仍就是那么艳丽 跟活着时一样 当人们给王十八检验尸体的时候 看见窗台上有一封信 打开一看 信是更娘所写 更娘在信中说明了 她一家人惨遭谋害 含冤而死的经过 大家赶佩 更娘是一位刚烈不凡的女子 决定捐赠金钱为她治丧 天亮以后 文讯前来观看更娘的有几千人 人们看到她的仪容 不由得都跪拜下来表示敬意 仅仅一天 大家已经筹到一百多两银子 于是大家把更娘葬在金陵城南 有的热心人还为她穿上 镶满珍珠的缝冠和朝廷贵妇才有的袍服 陪葬的东西也非常之多 却说当初 金大用溺水的时候 侥幸抓住一块木板 能够保全性命 天快亮的时候 金大用漂浮到淮河的水面上 被一条小船所救 这条小船是一位姓隐的老财主 专为搭救溺水者而安排在河面上的 金大用苏醒后 为表达感谢而来到尹府 尹翁带金大用特别优厚 希望他可以留下来辅导儿子的学业 金大用因为不知道父母和更娘的下落 想去寻访 于是有些犹豫不决 不久 有人向尹翁禀报说 又捞上来两个人 是淹死的老翁和老父 金大用怀疑是自己的父母 匆忙赶去查看 结果真的是 尹翁带金大用为他的父母置办了棺木 金大用正在哀痛的时候 又有人来禀报 救上来一位落水的妇女 说自己是今生的妻子 金大用大吃一惊 擦干眼泪赶过去 被救的女子已经进来了 却不是更娘 而是王十八的妻子 他对着金大用大哭 希望金大用不要丢弃他 金大用说 我心绪已乱 哪有心思再去呀 妇人听后更加悲伤 尹翁向妇人详细询问了其中的缘由后 欣喜上天有报 极力劝说金大用接纳妇人 金大用说明自己身有重效 推辞不纳 并说自己将要去复仇 担心妇如家小拖累 妇人说 据你所言 如果更娘还健在 你能以报仇居丧为理由 把她赶走吗 尹翁认为妇人的话很有道理 就表示暂时带金大用收养她 金大用这才同意了 在金大用父母下葬时 妇人披马带笑 放声大哭 好像在为自己的公婆送葬似的 葬礼结束后 金大用怀揣利刃和启示的波子 打算前往扬州伺机复仇 夫人阻止她 说 我娘家姓唐 世代居住在金陵 与那个禽兽不如的王十八是同乡 先前王十八自称是扬州人 实际上是在骗你 而且 这一带江湖上的水稻 多半是他的同党 只怕你报仇不得 反害性命啊 金大用一听 不知该从何做起 忽然 人们中间胜传一位女子 诛杀仇人的事 怀河两岸的人们全在谈论这件事 而且传得有名有姓 那女子正是庚娘 金大用悲喜交加 他再次向唐氏表示不能娶她 说 庚娘幸亏没有受到玷污 我有如此刚烈的妻子 我怎么能够再娶 而辜负了她的一片忠贞呢 唐氏认为金大用娶她的事 早已经确定了 他不肯中途离去 甘愿做个小妾 也绝不离开金大用 当时有位姓袁的副总兵 与尹翁是老朋友 正要西行 到严府与尹翁辞行 袁将军看见金大用 十分欣赏并器重她 就请她到自己的帐下 负责掌管文术 不久 刘寇造反 袁将军奉命评判 功寻卓著 金大用因为参与评判事宜 论功行赏 被授予游击官职 回到了尹翁的家中 金大用和唐氏 这才正式结为夫妻 不久 金大用携唐氏去金陵 专程为羹娘扫墓 路过镇江的时候 二人计划登临金山 游览一番 二人乘舟游湖之时 一条小船迎面驶来 船中坐着一位老妇 和一位少妇 金大用发现那位少妇 容貌像极了羹娘 那只船迅速行驶过去 少妇也从船舱的窗子里 凝望着金大用 那神情更像是羹娘 金大用既吃惊又疑惑 心知不可随意问询 情急之下大喊一声 看一群鸭子飞上天了呀 少妇一听也喊道 看馋狗要吃小猫的兴时了呀 这两句话原来是这夫妻俩 在闺房中常说的玩笑话 金大用文言大吃一惊 急忙转过船头靠近那只小船 那少妇真是羹娘 侍女把羹娘扶过船来 金大用和羹娘两个人抱头痛哭 往来的人全被他们的重逢 深深地感动了 唐氏过来以小妾见正式的礼节 拜见羹娘 羹娘吃惊地询问其中原委 金大用详细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羹娘听罢 拉着唐氏的手说 当年咱们同在一个船舱里 说过的一席话 不时浮现在脑海并没有忘怀 不曾想后来成了仇人 今日又成亲人了 承蒙你带我安葬了公婆 我应当先来谢你 你怎么能用这样重的礼节来对待我呀 于是 二人依据年龄长幼结为姐妹 唐氏比羹娘小一岁 是妹妹 原来 羹娘被金灵的百姓下葬之后 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一天 她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羹娘 你丈夫没死 你和她会重逢的 于是 羹娘如同大梦初醒 伸手一摸 思维都是强 羹娘这时才意识到 她已经死了 并且被埋葬了 她只觉得有些透不过气 并无其他不是 有一天 村里有几个恶少 知道羹娘的殉葬品不仅多 而且珍贵 于是就起了贪心 他们掘开坟墓 打开棺材 正要动手窃取葬品时 才发现羹娘还活着 他们都惊骇恐惧 羹娘害怕他们加害自己 就哀求他们说 多亏你们来了 我才能再见天日 我头上的金簪耳环 你们都拿去 请你们把我卖到寺院做泥姑 你们能再多得到金钱 我绝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的 盗贼们磕头说 娘子真书竭裂 神灵和凡人都钦佩您 我们这些不义的人 因为迫不得已 才做出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 请求你不要告发我们 已经是千姓万姓了 怎么敢把你卖到寺院做泥姑 羹娘说 这是我自己情愿的 又有一个盗贼说 我知道一位耿夫人家在镇江 寡居又没有子嗣 如果见到娘子一定特别喜欢 羹娘感激他们 她亲自摘下头上的珍珠饰品 全都交给了盗贼 盗贼们不敢接受 羹娘坚持要他们收下 几个人最后扣鞋羹娘并收下了 于是他们把羹娘送到耿夫人家 假说羹娘乘船遇大风迷路了 耿夫人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寡妇 年纪大了 独自居住 她嫌羹娘来到特别高兴 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待她 刚才母女正是从金山游玩回来 才巧遇金大庸一行 羹娘又把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告诉了耿夫人 之后 金大庸就登上耿夫人的船 叩见岳母 耿夫人像对待自己的女婿一样 热情地接待她 二人在耿夫人家中 住了一段时间才离开 此后 耿金两家的往来 一直没有中断